江西是最能吃辣的的,辣到能让四山湖南的朋友都怀疑人生,江西老表娶媳妇不容易,毕礼平均15万元,江西有江南唯一的沙漠,后田沙漠,连好多江西老表都不知道。 江西属于华东,位于东南,江西北靠长江,卢山是江西的北大门,也是古代文人最爱的山,人称人文圣山,曾吸引了3500多位古代世人来此打卡,留下了16000多首诗词,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,苏氏的,横看成领,色着风都写在卢山。 江西的山坪没有名,古一山也是江西的名单,别跟亚,古一山,不是,福建的专属,他们与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为两地共有。 江西还有全国最大的淡水湖,快阳湖,就在庐山脚下,干江是江西的母亲河,贯穿江西南北,所以江西简称站,干江边上处立着江南三大民族之一的藤王阁,等全文背诵王国的藤王阁去,就能免费参观,看北地好多人都没去过藤王阁。 古代江西老表的文化靠平墙,历史上,江西走出了全国10%的近视,有一家里的烤鸡,有一半都被江西财子给垄断了。 唐圣八大家,除去苏氏一家三口,其余六个,有一半来自江西,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,是古代有名的私立大学。 景德镇原来不叫景德镇,景德是宋真宗的年号,因为当地瓷器造型品质啥的好得好,所以当作奖励给就了景德镇。去景德镇一百块能买一大堆瓷器。 干难的其成,江西的米粉很好吃,对,以及广西的多本大者,江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作的粉。 有人说江西是阿卡特省,意思就是存在感太低,但两个教授觉得那只是江西的低调而已。 牧原景的任景和山都是江西大明景的存在,处处风景独好。 多犹太花的江西古园,一身的安徽味,住处白墙徽网,一派徽州景象。 历史上牧原曾属于徽州,是十二八景的安徽穴头,后来挂给了江西。 这风景独好的江西有个独特的存在,江西没有985大学,只有一所211大学,简称南大。 那我知道,是南京大学吗?南昌大学? 一句话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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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。 北京大学的讨厌。